大家好啊,欢迎你每天听本书,今天我们继续说赫拉利的这本还没出中文版的新书《未来简史》。 上集我们说到当前世界最大的宗教不是别的,正是人文主义,人文主义三大派别的交战历经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冷战,最后的结果是自由主义胜出,自由主义给所有人自由表达的权利,生产出最丰富的产品,创造了最丰富的艺术作品, 不得不说现在的世界就是自由主义的天下,但是自由主义在未来甚至就是现在已经开始遭遇了一个危机,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就是这本书的第三个观点,就是自由主义的本质缺陷会让这个故事在未来讲不下去,它需要一个新故事。 你仔细想想自由主义的出发点,发现它其实很有道理,那就是每个人的体验可能不同,但是每个人的体验都有同样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咱们俩就是平等的,选举的时候,我手里有一票,你也只能有一票。 赫拉利说,自由主义重视每个人的体验,这是基于下面的三个假设。 第一,我有一个不可分割的自我,只要用心审视,我就能发现自己内心深处的真实的自我,而我要倾听这个自我的声音。 第二,这个真实的自我是完全自由的,也就是说我是有自由意志的。 第三,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我自己,只有我才知道我想要什么,所以不论是作为选民,还是作为消费者,我都必须自己说了算,而不能让别人替我做决定,不管他是谁。 那自由主义的危机是什么呢? 那就是不用等到未来,就在此时此刻,科学已经有了足够多的证据,就是上面这三个假设都是错的。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假设,我有一个不可分割的自我,我能发现内心深处真实的自我,我要倾听这个自我的声音。 现在科学家非常确定,我们的大脑里并不是只有一个声音,我们的每一种情绪都是一个声音,这些声音在大脑里不停的争论。 为了说明这点,赫拉利介绍了几个惊心动魄的实验。 我们都知道,人脑有两个半球,左半球负责右面的身体,包括右面的眼睛和右面的手。 而右半球负责左边的,人脑的左半球有语言功能,侧重于逻辑,而右半球侧重于形象思维。 本来这两个半球之间通过一个很厚的神经管相连,可以实现左右脑的直接交流。 但是有的医生为了治疗严重的癫痫患者,会把他们的这个神经给切开,就让左右脑不能直接对话,这么一来就给了科学家研究大脑的绝佳机会。 有个小男孩就是这种患者,研究者就先问这个小男孩一个问题,说你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呀? 小男孩回答说,我想当个制图员,就是画图的人。 注意了,说这句话的肯定是他的左脑,因为人类的右脑是没有说话能力的。 然后呢,研究者把一张纸条拿给这个小男孩的左眼看,把右眼挡住。 这么一来呢,这个小男孩的左脑就不知道这个纸条上写了什么,而右脑看到了。 纸条上写的是同样的问题是,你长大后想干什么? 右脑是不能说话的,但研究者给小男孩提供了很多写有字母的拼图块。 小男孩可以通过摆这些拼图块,表达自己右脑的观点。 只见这个小男孩的左手开始动起来,很快就在桌面上拼出了一个单词,赛车手。 请注意哈,不是制图员了。 所以说这个小男孩就至少有两个自我,他的左脑想当制图员,而右脑想当赛车手。 那这么一来,哪个才是这个小男孩真实的自我呢? 再说个例子,还有一个类似的患者,研究者给这个患者的左眼看一张图片,图片上画的是一幅血景,就是下过雪之后的景色。 而给右脑呢,看一个鸡爪子,而左右眼是不知道对方看了什么的。 研究者就问他,说你看到了什么呀? 回答当然是鸡爪子,因为右脑是没有说话能力的。 然后研究者又找了一大堆图片,让患者从里边选出一张跟刚才看到的图片相关的图片。 结果这个人右手选的图片是一只鸡,但是左手也选了一张,上面是一个铲血用的铲子。 现在关键的问题来了,研究者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还选了一个铲血的铲子? 它跟鸡爪子有什么关系? 患者就回答说,请注意,他是用左脑回答的,说因为鸡可能会拉屎,而这个铲子可以用来给鸡铲屎,也就是说左脑没有看见血景图,所以他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左手会选一个铲子。 但是他为了让自己的逻辑自洽,居然现场编了一个理由,这就好比美国的中情局在海外搞了个颠覆行动,而记者到白宫提问,白宫的新闻官是不知道中情局有这个行动的,但是还是现场编造了一个说法。 也许刚才这个患者真心相信他自己编出的这个说法,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大脑的各部门之间,有时候是各自为证的。 所以说,我们真的只有一个真实的自我吗?那如果不是的话,哪一个才是真实的自我呢? 除了左脑和右脑的这种分法之外,赫拉利还提到另外一种分割自我的办法,分别是体验自我和叙事自我。 什么是叙事自我呢?就是评估一段经历的时候,对这段经历的时间长短没有感觉,只在乎这段经历里感受最强烈的部分和结尾的部分,这个叫做峰值结尾规则。 比如说,医生给病人做直肠镜检查,哎呀,这很痛苦吧? 医生最好的办法就是在检查临近结尾的时候,尽可能给病人一个好的体验。 这么一来呢,虽然过程可能更长了,而且疼的时候还是那么疼,但是病人过后对这件事的评价就会好很多。 但是请注意,这是病人的叙事自我给出的评价,但是病人的体验自我显然并不喜欢更长的检查,所以他被出卖了。 和拉利说,我们平时的自我认同,大约就是这个叙事自我,叙事自我一直都在讲故事,像同样是挨饿吧,如果叙事自我说,这是为了下午的检查,我们可能就没那么难受了。 如果叙事自我说,哎呀,这是因为我们没钱买饭了,我们就会觉得很悲惨。 有的时候,叙事自我不得不讲一个不真实的故事,来让我们感觉生活很有意义,或者至少觉得生活是逻辑自洽的。 随着生物学对人脑了解的越多,就越发认定,人只不过就是一台计算机,所有的过程无非就是物理和化学,人和动物是一样的,无非就是各种算法的集合。 哪有什么特别的呀?有的时候外界给个什么刺激,我们就会做出什么反应,有时候我们也会做出一些真正随机的决定,但是这种随机的决定,也不是我们能够控制得了的。 下面我们再来看自由主义的第二个假设,就是这个真实的自我是完全自由的,也就是说我有自由意志。 什么叫自由意志呢?比如说一个人说,我想要什么就可以去追求什么,那我就是自由的。 错了,这不叫有自由意志,像一些普通的动物,比如说大猩猩啊,狗啊,还有鹦鹉啊,它们也是想要什么就去追求什么呀,这个没什么高级的,只不过是被欲望驱使罢了。 科学家说的自由意志是人能不能选择自己的欲望?答案是不能。 现在有很多实验证明,人的欲望并不受意识控制,意识是受欲望控制。 比如说有一项实验里,科学家给受试者一个开关,受试者可以随意选择开还是关。 与此同时呢,科学家用功能性核磁共振,实时的观察受试者的大脑。 结果发现,在受试者按下开关的几百毫秒,甚至几秒之前,就是在他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将要怎么选择之前, 科学家看着大脑成像图,就已经提前知道了他会怎么选。 等于说,科学仪器可以先一步知道你在想什么。 不光是这样,科学家还可以控制你想什么。 这个实验当然不能拿人做了,不过在老鼠身上,实验非常成功。 科学家在老鼠的大脑里插入了三个电极,然后呢,就可以遥控指挥老鼠了。 让他执行,爬梯子,或者是绕着垃圾堆转圈,怎么都行,就跟一个玩具机器人是一样的。 要是动物保护主义者看到,可能会说,这对老鼠太残忍了吧。 答案还真不是,科学家控制的其实是老鼠的意愿。 遥控器指向哪儿,老鼠不是被迫走到那儿去的,老鼠是自己想要走到那儿去的。 你看到的是老鼠被遥控了,而老鼠自己感觉是,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非常快乐。 那老鼠还有什么自由意志呢? 人跟老鼠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 以色列的科学家在抑郁症患者的大脑里植入一个芯片,就可以让患者快乐起来。 有一次,患者就说,哎呀,我这几天怎么反而更加抑郁了? 结果科学家打开他的大脑一看,哦,原来是芯片没电了。 人的意识就是各种想法、感觉和欲望的集合,每时每刻都有各种欲望在我们大脑里生起来又灭下去。 你的决策可能就是各种不同欲望谈判的结果,但是到底有哪些欲望会出席这个谈判,你是根本控制不了的。 那这么说的话,自我在哪儿? 自由意志又在哪儿呢? 那如果根本没有一个单一的自我,那投票的是谁? 购物的是谁? 承担后果的又是谁? 我怎么能保证他做的决定符合我的利益呢? 如果我根本没有自由意志,外界可以直接控制我想要什么,那我投出的这一票又有什么可神圣的呢? 我的体验又有多大价值? 我作为一个个人,又有什么资格向社会要求重视个人胜过集体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呢? 没有自由意志,没有单一的自我,自由主义的基本前提就被否定了。 可是你可能会说,自由主义作为一个宗教,在过去的这一两百年时间里,一直运行的不错啊,经济增长,文化繁荣,别管科学家怎么说,我们干脆就假装自己有自由意志和自我,不是也过得挺好的吗? 到目前为止,自由主义的第三个假设还是对的,就是没有别人比我更了解自己,也许我在做选择的时候经常犯错误,导致反过来损害了自己的利益,但是如果让别人替我做决定,肯定只会更差。 但是转折来了啊,赫拉里说,从现在开始啊,实际上已经开始了,自由主义说的这一条也错了,过去科学因为证明了上帝不靠谱,所以给了以人为本的自由主义发展的机会。 现在科学又给自由主义会心一击,因为计算机算法比你更了解你自己,为了你自己的利益,你,我,我们大家都应该让算法替我们做决定。 说到这儿,自由主义的三个假设全部被颠覆,自由主义真的没意义了,真正的未来比这个更复杂,从现在看来,世界有三个趋势,对应着人的三种不同的命运。 第一种,人工智能如此强大,人作为一个工作者的经济价值和军事价值都没有了,那么政治经济系统就会认为人没有价值。 第二种,也许人类整体还是有价值的,但是每个人作为个体是没有价值的。 第三种,也许有些个体还是有价值的,但是他们是经过了生物学升级改造的超人。 这三个趋势里,哪一个的效果最快最明显,赫拉利没有给出明确的判断,我们姑且假定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三个趋势同时进行。 那么就在21世纪,全体人类将会被技术进步的趋势划分成三种人,无用的人,没有自主的人和神人。 这三种人是不可能平等的,有可能像现在印度的种姓制度的划分,也有可能像19世纪欧洲白人跟非洲黑人那种划分方法。 到那个时候,我们回头再看看,现在这个强调每个人的体验有同等价值的自由主义时代,简直就是做了一场好梦。 我们先来说说无用的人,为什么自由主义是欧美发达国家的主要意识形态,而不是发展中国家的呢? 因为在工业化国家,人力是非常宝贵的资源,在大工厂时代,每一个工人都是特别有用的,战场上每多一个士兵就能让你方多一份胜算。 还有,为什么要给妇女投票权? 因为当时的经济生产很需要妇女,重视每一个人不光是一个高大上的理念了,而且也是因为那时候的经济和军事需要每一个人。 那如果不需要了呢?比如说,现代战争越来越依靠高科技,将来你只需要很少的士兵,加上后方的几个专家,可能就能打仗,大部分武装力量是无人机和机器人。 而在这种战争里,人可能反而是个累赘,你想一下嘛,如果是两伙无人机对质,其中一伙呢,必须请示人类的指挥官才能射击,而另外一伙可以自己就射击,那你说谁的胜算更大啊? 人类士兵可能滥杀无辜,强奸或者抢劫,但是只要给机器人士兵加上一个道德算法,他们就比人类更可靠。 只有人能做,而机器做不了的事,现在看起来只有意识。 可是我们前边说了,意识也许只是一种精神污染啊,至少在生产和战争这些事上,意识可有可无,智能才是必须的。 现代生物学告诉我们,一切生物都只不过是算法上的集合,除去意识不算,人无非就是一台计算机。 过去啊,机器取代一些人的工作,而人类呢,总能发明新的工作。 但赫拉利说,这可不是自然定律,现在的趋势就是,机器的智能越来越比人更适合工作。 比如说吧,机器可以做股市的高频交易,人类的交易员呢,做不到那么快的反应速度,而且现在已经广泛使用机器了。 再比如说,人工智能可以做普通的律师,他阅读文件发现问题的能力,不但比人类律师更快,而且更准。 还有医疗诊断,IBM的华生系统对肺癌的判断准确率达到了90%,而人类医生只有50%。 再比如说,机器还可以做药剂师,美国人类药剂师犯错的概率是1.7%,这意味着每年要犯5000个处方处理错误。 而在旧金山,已经用上了一台机器人药剂师,他处理了200万个处方,没有一个处错。 你可能会认为,那艺术创作总是人的领域吧? 加州的一个音乐学教授编辑了一个叫做EMI的算法,能够按照巴赫的风格作曲。 观众听完之后,认为他创作的曲子比真的巴赫,更像巴赫。 工业革命带来了无产阶级,现在人工智能革命也会带来一个新的阶层,一个对经济和军事来说都没有用的阶层。 好,这是第一种,无用的人。 我们再来说第二种,没有自主的人。 就算没有用,我们总不能认为说人活着就一点价值都没有。 别忘了,我们搞人工智能的初衷不是为了取代人,而是为了为人服务。 又或者说,就算很多人没有用了,至少还会有一些人,哪怕在人工智能的眼里,他们也是有价值的。 但是赫拉利说,这些可能比较高级的人,作为一个整体也许有价值,但是他们作为个体,可能还是没有价值,因为他们也许会放弃决策权。 Google正在弄一个野心勃勃的项目,它要实时监测人体的各种指标,然后跟一个健康人的基准指标做对比。 再结合你的特定基因,就可以随时随地的给你提供各种健康建议,什么时候该吃什么,什么时候该健身,什么时候该赶紧去看医生,你最好全听这个系统的。 这个系统比你更了解你自己,也许你想表现一些反抗精神,说我就是不听,但是别忘了,系统比你更了解你啊,所以系统总是能在最合适的时机,用最合适你的方法,劝说你去做这些事。 最后你会发现,最符合你利益的做法,就是听他指挥吧。 赫拉利说,计算机算法跟我们的关系,大概分成下面三步走。 第一步,算法相当于是我们身边的一个先知,有点像一个算命的吧,你有什么问题,问他一下,但是决策权在你手里。 第二步,算法相当于是我们的代理人,你告诉他一个大的方向和原则,他去执行。 至于执行过程里的一些小决策,他自己就说了算了。 第三步,算法就成了我们的君主,你干脆就什么都听他的吧。 微软正在研发一个叫Cortena的人工智能助手,也有人管他叫微软小纳。 只要你把你的各种个人信息,计算机里的所有文档都告诉他,他就可以给你提供各种建议。 赫拉利预测,未来我们会越来越依赖这种助手。 比如说吧,我想去你们公司工作,你就不用看我的简历了,咱们俩直接让你的小纳和我的小纳联系,他们俩谈好了,我就可以去工作了。 用这种方法找对象,说不定也很容易。 所以说,我最好的选择就是干脆全听助手的。 比如说吧,现任总统已经干了三年,干的不咋地,本来我挺烦他的。 但是第四年呢,这个总统为了连任,搞了很多惠民的小政策,而且还特别善于煽情演书。 这时候,我的叙事自我就被打动了,所以我就想,还是投他一票吧。 这时候,我的助手就站出来了。 他跟我说,你某某时候和某某时候,因为这个总统的政策产生过强烈的不满,难道你忘了吗? 哎呀,我的确是忘了,但是没事啊,我的助手不会忘,所以我最好的选择不是听叙事自我的,而是听助手的。 那这些助手们连网起来,就可能有进一步的行动。 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我的开车吧,A路线堵车了,A路线上所有司机的助手都知道现在B路线很空。 但是这些助手相互一商量,说不能把这个消息告诉所有司机啊,要不然大家不都一窝蜂都去B路线了吗? 那B路线不就也堵了吗? 所以说,有些助手出于对你的好意,会故意不告诉你一些事。 而且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既然国家、公司、天神这些虚构的东西都可以拥有实实在在的财产,那将来算法是不是也可以拥有财产啊? 也许某个人工智能,他直接开个公司,让你去给他打工,那你去不去呢? 你看,我们健身听助手的,购物听助手的,投票也听助手的,那我们所谓的人权还剩下什么呢? 当然,也许还真有一种人不受算法控制,而是控制算法。 这个就是我们要说的第三种人,神人。 也许世界上总有些精英是一直有用,一直都重要的,算法不能理解这些精英,也不知道他们有什么需求。 这些人才是世界的主人,是站在算法系统背后做重要决策的人,普通人听算法的,算法听他们的。 但是,这些人不可能是智人,而是神人,就是利用生物技术主动升级了的人。 二十世纪的医疗技术以治病为主要目的,二十一世纪的医疗技术可能以给人升级为主要目的。 但是,绝对不是所有人都能升级,只有极少数的有钱人能够花得起这个费用。 也只有极少数的人系统认为,给你升级是值得的。 那到那个时候又该怎么办? 自由主义的基本论点就是,所有人的体验是平等的。 可是你想,如果神人出现了,智人根本看不懂神人的生活,神人对智人的生活不虚一顾。 那你说这两种人的体验还能平等吗?神人会用什么态度对待智人呢?把智人当孩子,当宠物,还是当奴隶呢? 所以,科学实验的判断,再加上这三个实践的趋势,自由主义,大势已去。 二十一世纪正在酝酿新的宗教。 赫拉利说,目前能看到的新宗教有两个,一个叫做技术人文主义,一个叫做数据教。 什么是技术人文主义呢? 我们刚才说,现在人类里的精英分子,正在试图用生物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对自己的生命进行升级,想要成为神人。 其实,这个升级已经开始了。 比如说,美军研发了一种头盔,戴上这个头盔之后,能让人集中注意力,排除干扰,更好的战斗和学习。 那有这个头盔的人,就相当于初级的神人。 不过,这种头盔是有副作用的,但不是健康方面的,而是认知方面的。 事实上,只要想升级成神人都有副作用,必须三思而后行。 那升级成神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七万年前,智人因为一次偶然的基因突变,就获得了一个全新的认知能力,就是联合想象一个并不存在的事物。 这个能力一出来,没有这个基因突变的人种,就再也没有办法理解智人的体验了。 那如果将来有人主动用基因改造技术,也获得一个全新的认知能力,我们作为智人,还有指望理解他们的体验吗? 技术人文主义,其实就是前面说过的,进化人文主义的一个新的版本,虽然还叫人文主义,也认为人的体验是最宝贵的,但是他们关注的可是神人的体验,也许是我们智人根本没有办法理解的一种体验。 你想要当神人,可别高兴得太早,人的体验能升级,也能降级。 我们现在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原始人有非常敏锐的嗅觉,他们甚至能闻出来恐惧的味道,就是当人恐惧的时候,身体会散发出一些特有的化学物质,这个能力现在已经退化了,因为跟多人相处的时候,这个能力没用。 还有,古人可能拥有比我们更强的注意力,走到陌生环境,能够迅速识别各种细节,而这个能力现在大多数人也没有了。 我们的智力是升级了,但是另外的这些感知能力,实际上降级了。 神人搞认知升级,会主要着眼在对经济和政治有用的各种能力上。 市场和经济系统,要求他们做出这些升级的同时,也会要求他们把另外的一些认知能力给降级。 比如刚才说的那个注意力头盔,注意力的提升是以牺牲、怀疑能力、容忍度和允许矛盾的感情共存的这些能力为代价的。 如果你经常戴这个头盔,你的学习能力和考试能力的确会变强,但是也许你就不再质疑书本上的东西了。 从考试的角度来说,这是升级,但是从别的方面看,这个是不是降级呢? 神人想做的另一个升级,就是选择自己的欲望。 我们已经知道,人没有自由意志,不能选择欲望,我们每一个决定都是不同欲望交战妥协的结果。 比如说吧,我对公司的老板非常不满,有很强烈的反抗的欲望,但是同时呢,我就得养家糊口,所以我也有忍辱负重待下去的欲望。 面对这种情况,自由主义要求我们深入挖掘自己的内心,问问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而神人要做的事,就是干脆用技术手段去掉那些不必要的欲望。 比如说,我的目标就是想要获得金钱和权利,凡是跟这个目标无关的想法全部去掉。 但是,这样真的好吗? 罗密欧和朱利叶他们所在的家庭其实是相互敌对的阵营,他们原本不该相爱了,这个爱情是痛苦的爱。 那他们俩是不是应该吃点什么药,让自己不爱对方呢? 赫拉利说,技术人文主义者这条路走到最后将会无所适从,他们会再次面临意义危机。 所以,赫拉利比较看好的是数据教。 我们先来说说一个可能听起来比较新的理论。 从数学角度,我们可以把一个人,一只动物,一个公司,都想象成一个数据处理系统。 比如说,生物体无非就是各种算法的集合,经济学无非就是把参与各方的欲望和能力的数据收集在一起,然后做个决策。 这些无非都是处理数据。 传统上,人试图理解这些数据,也就是想从数据里获取知识,再从知识里获得智慧。 但是,现代数据主义者认为,有些东西的数据太过复杂,你理解不了,也不用去理解。 你只需要让算法直接处理这些数据,从数据里发现规律,拿来用就行了。 如果你把每个人都想象成一个处理器,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就是信息交流。 那么,整个人类社会就是一个数据处理系统,整个人类历史就是给这个系统增加效率的历史。 一切都是数据处理。 有了这个思想,我们就可以把一切问题当成算法问题。 那么,我们只要建立一个连接所有数据的万物互联的网络。 这个网络和它包含的各种算法,比任何一个人都了解这个人,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各种问题,替我们做出各种决定。 到那个时候,与其信奉个人,信奉神人,还不如信奉这个网络。 那,将来如果我们真的有了这么一个万物之网,会怎么样呢? 一开始,万物之网是为人服务的,让我们活得更健康,帮我们做出更好的决定。 慢慢的,人们就会认为,完善这个万物之网是最值得干的工作。 你搞科研也好,当医生治病救人也好,搞艺术创作也好,不都是在为万物之网服务吗? 现在有些物理学家会说下面这种话,说,我人生的意义就在于发现物理定律,因为物理定律是造福所有人的,比我个人的生命更重要。 那,将来也许会有人这么说,万物之网的存在,比我自己的存在更重要。 人类的所有知识,整个人类文明,乃至整个宇宙的信息,都在这个万物之网里。 终有那么一天,万物之网会发展到人类无法理解的地步,算法之间相互配合和升级,算法自己产生新的算法,万物之网将会独立于人类而存在。 到那个时候,万物之网就变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可宝贵的东西,比人更宝贵。 完善这个万物之网,想办法让万物之网更好的为人服务,就成了一份神圣的工作。 万物之网是上帝,是科学家,程序员,医生,教师,所有这些为万物之网工作的人都是牧师。 也许,这个万物之网的存在,就给人类的存在,找到了一个新的意义。 这不就是新的宗教吗? 这个就叫做数据教,也可以叫做数据主义。 宗教得有价值观,数据主义的价值观就是信息要流动。 过去我们说,言论自由,这是人的权利。 而将来我们会说,信息自由,这不是人权,而是信息自己的权利。 信息想要自由流动。 数据主义者认为,哪怕是这个信息的生产者,也不能拥有和控制这个信息。 信息自己想要更多的人看见它。 宗教得有戒律。 核拉利说,数据主义的戒律有两个。 第一,你要尽可能多的和媒体和信息连接,不断生产和消化信息,最大化自己的信息流。 第二呢,你要把更多的东西和万物之网连接,哪怕是有些东西自己不愿意连网,你也要想办法让它连上网。 那数据主义对人的体验有什么看法呢? 那就是,必须上网分享得了的体验才有价值。 你应该把你的体验记录下来,上传,而且分享。 因为在数据主义者的眼里,你的经历哪怕再惊心动魄,如果万物之网不知道,那就是没有价值的。 分享体验,完善万物之网这个人类知识的总和,才是你的体验的价值所在。 宗教得有许诺。 数据主义的许诺就是,如果你允许信息自由流动, 让万物之网越来越完善,它就能造福每一个人。 就算这个万物之网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它也已经有了巨大的价值,数据教也已经可以合理存在了。 说到这儿,这本书的内容就讲完了,还是要记住赫拉利在一开头告诉我们的那个道理, 学历史不是为了预测,未来有多种可能性,神人还是万物之网来主导世界, 我们不知道哪个会是必然,了解历史恰恰是让我们能够考虑多种可能性。 在全书的结尾,赫拉利邀请我们继续关注三个大问题, 这三个问题涉及到全书的基本假设,也许将来科学进步会有不同的答案吧。 第一个问题,生物真的只是一堆算法吗?生命真的只是数据处理吗? 第二个问题,智能和意识到底哪个更有价值? 第三个问题,如果那些没有意识但是有高度智能的算法比我们更了解我们, 社会、政治和日常生活将会是什么样的呢? 这本书现在还没有中文版,是订阅专栏《精英日课》的作者万维刚老师提前帮我们解读分析的, 所以在最后,万老师的叙事自我还想跟你说说几句他的读后感, 下面的这个我代表万维刚。 得知自己就是一台计算机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 现在我们都体验到了,我们比计算机多一个主观体验,也就是意识, 但是意识可能只不过是个精神污染,计算机完全可以假装自己有意识并且通过图灵测试。 那如果意识和智能是完全独立的,那现在我们应以为豪的任何技能在原则上将来算法都可以做到, 而且算法会比我们做得更好,甚至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 到那个时候,我们最好的选择就是听算法的。 如果赫拉利说的这些都是对的,那么结论就是,人生根本没有真实的意义, 一切意义都是幻想出来的,但是这又有什么不好的呢? 别忘了,幻想可是我们智人在动物界里特有的超能力, 我的建议是继续生活在虚构里, 我会继续维护各种我认为有价值的想象的共同体, 我会继续增加我的体验,提高我的敏感度, 我会继续追问我的内心到底想要什么, 但是因为我知道这些都是虚构的, 所以如果有个想象的共同体要求我牺牲自己或者别人的生命去维护它, 我不干,在我经历事情增加体验的时候, 我知道我对这件事的解读只是一个主观看法, 所以我不应该执着于这个看法, 当面临重大选择的时候, 我会告诫我自己, 现在内心深处最强大的那个声音, 可能他选的是错的。 好,这本书就讲到这里, 想了解更全面的内容, 欢迎订阅万维刚的专栏, 精英日课, 同时你点击收听页面的文稿图标, 还为你准备了书中金句的卡片, 方便你保存和分享。 祝贺你, 又听完了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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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信邂逅通, 绿帅流测的了, 绿帅流测的了, 绿帅流测的了,